前英国外交官预测政治局内谋划逼习近平下台 来自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报道说 中国总理中共的二八手李克强盯着电脑屏幕上的路透中文馈送坐立不安 震惊之于李克强打电话给汪洋叫他一起商量 李克强说生米就要煮成熟饭了 一句家常话对汪洋来说却是如雷贯耳 他回答说的确如此 这句话暗指他们过去几年精心谋划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这是长期观察中国事务的前英国外交官盖斯德 在争议新书中国变革开篇虚构的一个场景 在中共建党百年之际 外界关注该党将把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引向何方 在这部半虚构性质的著作当中 盖斯德预测经过深思熟虑 中共精英将策划和推动中国和平过渡到民主体制 他的书的开头描绘是这样的 路透社报道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宣布 针对中国的新政策立即生效 中国金融危机一触即发 中共最高层一些人采取行动 逼迫习近平下台 接下来他们推动中国结束一党专制 开始向民主和法治过渡 盖斯德在书中提到的北京政变的假设 极富想象以及大胆 而且非常的震撼 近期在接受BBC采访时表示 中国的政治变革势在必行 由中共精英策划的政变 将推动中国和平过渡到民主体制 言语八旬的盖斯德是英国的前任外交官 银行家 市场开发顾问和作家 关注中国事务60多年 他1958年的时候随英军服役香港 当时正值毛泽东发动了灾难性的大跃进 他开始关注中国 1970年代盖斯德担任了驻华外交官长达7年 正值文革和围绕毛泽东接班人问题 中国政坛发生了激烈的权力斗争的时期 那段经历使他有更多的机会 更近距离的了解中国以及中共的体制 离开外交领域之后 盖斯德多年在金融领域任职 曾经为许多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担任过顾问 盖斯德说 数十年以来在中国和其他的一些独裁 或者向经济和政治自由转型的国家工作 这些改革一线的经历 使他对决定中国未来的政治与经济互动 都有了独到的见解 盖斯德在美国的加尼弗尼亚美国海军研究生院 教授中国政治期间 曾经撰写了复活毛以后的中国 介绍了邓小平生平 以及为什么会在权力斗争当中胜出 当时他在书中预言 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定会继续下去 一是因为顺应民心 二是如果某位领导人 或者是某派领导人试图关门 就会有反对的阵营 调动压倒性的力量予以制止 时隔四十年 盖斯德在新书中国变革当中 这样描绘中国的未来 首先虚构中国遭遇一场危机 中共改革派逼迫习近平下台 然后分析背后的原因 琢磨中国的内忧外患 接下来预测中国将发生的革命 结束一党独裁 走向民主和法治 最后论述包括美国在内的外部世界 应该如何行动促成中共变革 盖斯德对BBC表示说 开篇四分之一的虚构部分 就是要挑战读者放弃一些先入为主的概念 他说换位到中共领导人的脑子里 想象一下李克强在某种危机面前的可能的反应 或者坐在中南海的汪洋在想些什么 李克强或汪洋等人究竟是怎么想的呢 外人无从得知 但是我们已经知道的是 自从1980年代初以来 中共在经济层面推动改革开放 三十多年以来 中国大幅度高速转向 发展成就令全球瞩目 期间中国内外许多人的愿景都是 和其他的国家经历过的转型一样 伴随着经济的解放 中产的崛起 会为中国带来政治的改革 促使其逐步的走向民主和自由 但是事实似乎恰恰相反 中国还是中共的中国 习近平修宪为终身制扫清了障碍 中共遭遇危机 习近平遭遇挑战都不是第一次 下一次为什么会生米煮成熟饭呢 盖斯德认为 在习近平过度自信的领导之下 中国将和一个新进从自满自大当中警醒的美国 走上对抗之路 一系列内忧外患把中国推到了巨变的边缘 盖斯德表示 中国面临的诸多的经济改革问题 只能够通过自由化才能够有解决的方案 自由市场必须有相对应的政治体制和上层建筑 中共改革只是进行了一半 他们在解放了中国人的创业精神之后 最终必须要解放中国人 他认为面对中共极权体制给世界秩序带来的威胁 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将团结行动 利用经济金融等各种手段 为中国国内有心有力变革的人来创造条件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 中共的高层领导人也是当下体制的收益者 便又能给他们带来什么益处呢 高层精英缺乏撼动大船的意愿 一直是权斗质变怀疑论者强调的一个原因 比如中国政变开篇提到的中国信任总理李克强 事实上过去一两年 李克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靠边站 他虽然只有65岁 但是他的第二届也就是最后一届的任期 余下不到两年 离戎退已经不远了 但是盖茨德表示说 他研究中国发展63年得出的一个结论是 中国领导人当中大有明智之人 他们并不傻 他说正是因为享受到了巨大的利益 他们才比其他的所有人都更加的清楚的认识到 面前的危机的击中难返 在极权体制下的他们才更能够意识到 要保护个人的未来和利益 只有通过推动变革和引领民主变革 才最有可能保护自己的财富和权利 一系列长期的体制性的危机正是由极权而形成的 而极权体制本身又无法有效的化解危机 中共的最高领导层 有人明白这个道理 他们本身也是体制的囚徒 也希望获得解放 美国汉学家林培瑞教授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比喻 他说中共烟如吊灯上的巨蟒 盘踞俯视之震慑力就足以让人不敢轻举妄动 盖茨德承认的确不容易 但是他坚持说有毛就有盾 被监控的人自然会来寻找保护自己的防卫和反制的手段 多年以来强人专政专注发展经济的中国模式 在中国国内和国际间都不乏粉丝 即使中共高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人事变动 谁又能够保证后来者一定会选择民主自由的道路 而不是继续的集权统治呢 中共很多的高层人士公开的说过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 他们对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失去了信心 对此问题盖茨德的观点和许多的西方观察家并无差别 他认为归根到底 民主自由的体制是大势所趋 他在接受BBC采访时援引了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一句话 说民主是最糟糕的制度 但是人类尝试过的其他制度更加的糟糕 除了中共高层的睿智之人希望获得解放之外 盖茨德表示说中国人民只要已有机会 也一定会起来要求自由 比如1989年北京的学生民主运动 在盖茨德看来 除了集权体制 这里中国只有另外一个选项 那就是有竞争力的民主 而并非是照搬他国的制度 而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自由民主体制 他说中国的精英阶层会汲取前苏联的经验和教训 在中国转型的时候 审慎的掌握过渡期 世卫太软弱 G7组团查读员呼声高 美联社星期五 也就是7月2号的时候发出的独家报道 报道说一些专家 包括与世界卫生组织关系密切的专家都表示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政治关系非常紧张 由世界卫生组织领导的调查 不可能获得可信的答案 他们认为 现在需要的是一次广泛的独立调查 与1986年前苏联发生的切尔路贝利的核灾难的调查类似 病毒溯源第一阶段的调查是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联合进行的 今年3月份的时候结束 那一次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 新冠病毒可能是通过动物传染给了人类 而实验室泄露是极不可能的 下一阶段的调查必须找到最初感染病毒的患者的详细的病例 或者确定传播病毒的是哪种动物 比如蝙蝠或者是通过其他的某种中间宿主 但是最近这场大流行可能是由实验室泄露引起的 或者是经由人工改造的病毒引起的观点 获得了更多人士的支持 美国总统拜登下令美国情报系统在90天之内 拿出一个关于病毒来源的研究结果 在上个月的时候 世界卫生组织的紧急项目主任迈克尔瑞安博士表示 世界卫生组织有关于下一阶段调查方案的置顶工作 已经接近尾声 但是瑞安强调世界卫生组织只能够通过劝说来争取中国的协助 它没有权力强迫中国合作 有观点认为 这正是世界卫生组织领导的调查注定失败的原因 美联社引用了美国乔治亚城大学 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法和人权合作中心主任劳伦斯 格斯汀的话表示说我们如果依靠世界卫生组织 就将永远不可能找到病毒的来源 格斯汀表示说一年半以来 世界卫生组织一直任由中国摆布 不可能查出真相 格斯汀表示美国等国家可以通过自己的情报部门 把各种线索拼凑起来 修改国际卫生法 赋予世界卫生组织所需要的权利 或者另外组建一个新的机构来专门负责调查 世界卫生组织的第一阶段的任务需要中方的同意 不光是同意世卫组织的专家入境 还需要同意调查的全部的议程 也需要同意专家们提出来的最后的调查报告 美国格罗斯大学分子生物学专家 理查德·埃布莱特称之为胡闹 他说确定病毒是否来自于动物 或者是来自于实验室的泄露 这首先是一个科学问题 是超出世卫专业范围 而且具有政治影响力的一个问题 上一次人类发现与新冠病毒最接近的基因 是在2012年 之前有6名在中国云南末江通关 这一个废弃的矿场工作的工人 接触了携带病毒的蝙蝠之后 罹患了肺炎 但是去年中国当局封锁了那个矿井 并且没收了科学家们获得的病毒样本 而且命令当地的民众 不许与记者谈及这方面的事情 疫情发生之后 虽然中国当局最初 鼓励专家调查病毒的来源 但是不久就在2020年年初 病毒全球扩散之后 突然改变了态度 美联社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 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 北京对新冠病毒方面的研究论文 施加了多种的限制 强令所有的有关的论文 都必须要经过中央机构的审查 世界卫生组织的顾问小组的成员 杰米·梅兹尔和他的一些同事 提出了一项建议 主张有关方面的研究 由工业七国集团成立一个新的调查组 负责调查的可能性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 杰弗里·萨克斯表示说 美国必须愿意让美国的科学家 接受严格的调查 并且认可他们与中国科学家 可能负有同样的责任 好 再来看一下美国对缅甸实施最新的制裁 中资也挨刀 来自美国之音的报道说 美国星期五也就是7月2号的时候 宣布对缅甸军事官员 和与缅甸军队有关联的个人与公司实施制裁 这是对这个东南亚国家2月1号军人政变的最新的回应 被制裁的公司当中包括了中国的公司 美国财政部因为当局使用了致命的武力镇压支持民主的人士 而正式制裁7名高级军方的官员 财政部还制裁了15名个人 他们是之前被制裁官员的家属 其财务网络为军方官员获取不易制裁而出力 财政部的声明强调说 这些制裁不是针对缅甸公民 而是意图在于加重缅甸军队的财务负担 方式是切断所有22名被指定个人获取任何 他们可能在美国所拥有的资产的渠道 作为想补充的行动 美国商务部宣布限制向商务部所说的 支持军方目前行动的四家公司的贸易收出 被商务部制裁的公司是为缅甸军队提供 卫星通讯服务的王者尊荣技术有限公司 和与缅甸军政权有财务关系的三家铜矿实体 万宝矿产以及旗下的两间子公司 以及缅甸的万宝铜矿有限公司 还有缅甸的养子铜矿有限公司 万宝矿也是由中国国企北方工业集团所拥有 这四家公司被纳入了商务部被称为实体清单的贸易黑名单 这份清单限制美国相被列入其中的公司出口 只允许有限例外 商务部长雷蒙多星期五的时候表示 我们继续的鼓励志同道合的盟友和伙伴与美国一道 对这四家实体来施加代价 并且打击支持缅甸军队的其他收入来源 他也表示说美国政府将继续推动追究政变实施者的责任 并且支持缅甸人民和他们的民主机制 就在美国增加制裁的几天前 联合国公布了有关于缅甸当局 持续暴力镇压本国民众的最新的情况报告 根据这份报告 军方打死了至少883名没有武装的人 并且拘捕了超过5200名的活动人士 记者和反对政变的人士 另外还有2000人因为有现行的逮捕令 而被迫躲藏起来 联合国的发言人杜嘉里克表示说 联合国驻缅甸团队继续的强烈谴责 对致命武器的普遍使用和对其他人权的严重的侵犯 并且强调安全部队必须要停止 而且是现在就要停止使用过度的武力 包括使用真枪实弹 缅甸军队今年2月份的时候 推翻了缅甸全国民主联盟领导的新的民选政府 军方声称 全国民主联盟是通过舞弊获得胜选的 缅甸的选举委会驳回了军方提出的选举舞弊的说法 虽然缺乏证据 但是军方援引缅甸2008年宪法的一个条款 推翻了政府 这项条款允许军方宣布历时一年的紧急状态 政变期间 军方逮捕了全国民主联盟的领导人昂山素季 昂山素季由于推动缅甸民主化的努力 而在1991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今年6月份的时候 联合国的119个成员国 包括美国正式谴责缅甸政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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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